你什麼時候開呢? 今天是153 OK 現在開了153 好 2020年7月28日 歡迎來到第153集的英超三見合 暫時來說只有我 大巴和阿潔領隊 領隊你好 你們大家好 最後一場 對 英超終於這個漫長 十一個月的球季就完了 其實原本今天應該有機會三見合 不過有位 劍俠就嘗試上來 看看他硬一點 因為他好像說要遲一點 暫時我和領隊兩個談 領隊 這個球季你一定是非常滿意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當然是滿意 99分 對 差少了100分 還是差1分 他最 因為他那個停賽停了兩個月 所以如果老實來講 就什麼? 這年的冠軍就只是耗了10個月 好像 OK 對 因為上個禮拜 大調轉 不是大調轉 你的歐聯就耗了兩個月 那也是 沒錯 有得就有失的 OK 因為我網上看到有一件事都挺有趣的 因為好像說你們有些情況就是 叫什麼 不知道 Van Dijk就拿著兩個杯一起拍照 有些人就說 咦 喂 你們其實 不是同一個球季嗎? 是的 但是呢 的確你們現在暫時 在這個period 直至到歐聯有盟主之前 你們都是兩個杯的持人 說真的 好了 那 不如做一點預告 我們過多幾天 信卓和領隊就會再做一集 說一下利物浦 提一提你 領隊 我都順帶 遲些 8月1號 對 沒錯 那個會錄影的 所以錄影了之後 應該會放到英超三球 也會放到他頭條 好了 言歸正傳 剛剛 殺科戰 我呢 兩場球都有盯著 明顯地我會盯著萬聯 作客李斯特成 還有車路士 是不是主場 對狼隊的兩場球 那領隊呢 你看哪一場 你那隊就走棋棋了 我自己那場其實沒有看 因為我那個 那個 鍵盤是沒有 沒有啊 好像呢 我就不知道真還是假 不過我懷疑呢 好像九場都有看 唯獨是你那場沒有 是 因為兩隊沒有東西搶 我現在不是有線電視 我是做上網 沒關係 但是我懷疑不知道有沒有直播 我真的懷疑 沒關係 但是你又看哪一場呢 也是看正華 看了萬聯 李成 OK 即是你那天晚上沒有看 那天晚上沒有 那天晚上 真的不關你事 那一招呢 你叫做 不關事 你真的可以 我也希望 遲些可以這樣 一早就拿聯賽 沒什麼所謂 好 即是你自己那一隊 即是沒有 不重要 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對的 我也希望 希望是 哈哈 OK 那你就說是不是 萬聯和Kelosi 你也想說一下 說萬聯先 好 因為 還有我覺得 其實李成 他的excuse 即是原因 其實 藉口 藉口 藉口就是他其實 傷了四個人 真的 他幾個主力上傷 就主力 Medicine Vanchuel 嗯 還有 死了 那個叫Pierra 基本上 他兩隻閘都傷了 最重要就是說 Soyoku 他們最好的中堅 就是紅牌 罰三場 停了三場 那罰到明年 是不是 不是 這場第三場 明年就完了 OK 我們前陣子也說過 李成 真的 如果他後備 他沒有那麼多 是啊 沒錯 你不要說說真的 你不要說李斯特成 就算萬聯的Banch 其實都是不夠深厚的 說真的 即是不夠深厚 是 尤其是 很有趣的 現在呢 蘇斯克查 他真的 他真的用了正選 十一人 很少用後備球 他每兩場都是 一個禮拜打 大部分都是用那些 是啊 我們就覺得 他可能 確實也是 他試過有一兩場 譬如捉總盃那場 一旦換了一些人 換了陣子 結果打得不好 可能他都害怕 壓力很大 你知道 所以被迫著 那李成就更慘了 沒有了這四個重點球員 真是難踢的 嗯 但是你覺得 上半場你覺得不覺得 其實他萬聯還沒入球之前呢 即是 十二萬去李成有兩天機會 我覺得 有有 是啊 所以 以他們這樣的陣容來說 其實李成真的算是這樣的 我覺得 他其實有一球 而且你覺得 萬聯的後防 真的有點 沒有那麼穩陣 這個也不是 不是今天的問題 我想 其實這一季一直都 雖然經常說 有些人就說 我們今年很多的clean sheet 但是 大家不要忘記了 我們的clean sheet 有部份是在歐巴那裡拿的 還有 有部份是說 都危險 但是又 幸好地沒有失球 其實問 還有現在最慘 在復賽之後 其實已經有了一條 方法 是怎樣可以贏到 可以壓倒萬聯的後防 就是在中場那裡 你做壓迫多一點的話 你就有機會了 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 你後防中堅那裡 就沒有那麼多壓力 因為你有一球 不知道兩球都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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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人吸住他 是 其實也不是 不就是這麼長 經常都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說回 就是如果你說 Lindolf是不是已經打了兩年 做正選的話 肯定在曼聯超過兩年 是不是經常正選兩年都算是 因為麥瓜未來之前 都是靠他沒有什麼中堅選 那你們就覺得 起碼麥瓜和Lindolf已經做了一年 你個人的意見 他做不做到 因為麥瓜都來了一年 所以肯定是一年的這個組合 當然做不到 我經常都說 如果可以的話 我經常說 要一個掃蕩型的 類似 一個要快 還有要落腳很準 有少少Van Bissaka 不過是一個中堅的Van Bissaka 去配麥瓜 為什麼呢 哈利麥瓜 他高波叫做OK 但Lindolf 高波是不OK的 但起碼麥瓜在那裡頂著 麥瓜他這麼高大 一定是慢些 這是我否認的 一定慢些 但是Lindolf也是慢些 他不是快的 那麥瓜就很喜歡自己帶波上去 其實Lindolf也有這個能力 那所以呢 理論上來說 Lindolf應該是 麥瓜的backup 就不是他的partner 不是partner 是 因為他兩個同 是 太似嗎 太似 但是又弱 更弱的 更差的 是 沒有錯 我們很多人就說 你打了一年 你都覺得 搞不定了 Lindolf 搞不定 你看到很多球 其實說真的 為什麼我們今年的後防 不是那麼嚴重呢 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對手弱 因為歐洲賽是對歐霸 那在聯賽那裡 其實 我們很多時候 說真的 在復賽之後 我們第一 頭三場就對著護級球隊 那也都 其實有些好彩 就對對波 都幾多傷病問題 我們的對手 那我們呢 就都有 不過就不是那麼嚴重 那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factor 即是他放了你 即是 覆了個球櫃之後 他沒有打球強那些 你覺得 沒有什麼打 其實真的沒有 車仔沒有 車仔是捉了一杯 就輸了 是嗎 還要輸得這麼厲害 是不是 那幾球都要輸給車仔 就是捉了一杯 那些入球 所以 實際上情況就是這樣 明年是踢歐聯 英超其他球隊也越來越厲害了 我們這條方法 很多人會研究 也會比較看得通透 所以 中堅真的沒得搞 其實現有的人腳 如果敗利 即敗利 Eric敗利 是不傷的話 其實我覺得 敗利 卡 卡 有很多 他也是一個殺球的球員 即是一個 做掃蕩營 不是真的 是超級的 不過有點像 變成兩個 有點不同 可以幫助 大家互補短處 但沒辦法了 拜利也是這樣 我也沒辦法 是吧 因為拜利經常受傷 他今年黑仔 整天一傷就受傷很久 第一 第二 一復出 都不夠一兩場 又再傷 尤其是這次受傷 尤其是這次受傷 是撞到頭 真的 都不關他的事 撞到頭 大家都不想 所以 我們 Oli 蘇西查 經常說 我們有七個中堅 但沒有一個可以踢的 很可惜 另一個 就是 如果你要找到 中場第六號 就是馬迪 就是馬迪 年輕一點 馬迪 我猜 馬迪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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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迪 我猜 可能年紀大了 如果你找回另一種 例如Cante 那些人 就可能幫到 嗯 是啊 但是這個又更加難 說真的 我猜 問題就是 曼玲被對方反攻 那時候 他中間沒有人接球 你覺得 是 現在馬迪 有時候會做到 那 說真的 有 Luke Shaw 很多時候是做這個工作的 是 但是 始終是對的 無論是 中堅 或者六號位 就是 Defense Mid 其實我們都是沒有 有 不過就不是最理想 最厲害 但是中堅 就是Canteback 是大件事 沒錯 沒錯 所以沒辦法了 就是 經常都說要買Central 等等 我自己覺得 你買一個好的Canteback 更加重要 而且 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再買 好像 哇 這樣的中堅 就是 剛剛開始起的 那些 那些 不是 剛剛開始起的 打法上高 不要像他這樣 你找兩個高大的中堅 是沒有意思的 兩個都可以 高大兩個字 一個要快 一個高大 那就好些了 是 OK 都同意 OK 還有我們有 Lindelov Lindelov 我覺得算是一個 reasonable 的 是 但是你說他打正選 我想就很困難 還有他們兩個 打了一年 都是 兩個Canteback 那個距離 就是 很遠 我和你都說過幾次 一時 一時 就是很遠 一時就兩個 一起 沒錯 所以 那些 如果你打了一年 都合不來 你都覺得 可能真的要買另一種 中堅 是啊 還有 我解釋一下 有人加入了 是不是探員 還是埋櫻 是啊 探員 好 我們現在講萬聯場 先講一下 咦 探員 如果大維老師 真的去了萬聯 就能幫到 因為他比較前 哈哈 你真是想笑 剛才說 我們萬聯 可能需要另一個中堅 他打防中 他打防中 他不是我要的那隻中堅 如果他來也是打防中 我反而放他的Defense Meet 可能會好一點 Anyway 我想解釋一下 剛才你說 我們那個Case 是Pierre第一球 我們就讓他喝他射 因為我覺得是這樣的 其實 如果Defense 是一個完全好狀態的時候 其實我也會這樣做 因為你20碼 其實20碼之外 如果以前 你很難射 沒有那麼準 很難的 其實Defense 你這麼區外射 其實他救到的機會率很高 所以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Defense 我覺得 那兩個Case 這樣做 我覺得是 reasonable 可以接受 沒有 reasonable 是 acceptable 但是問題是 現在的Defense 就不是之前的Defense 所以不是這樣 的確 站在那球球的立場 其實那兩個中堅 沒有做錯 因為他真的被他射 他真的射得不漂亮 但不漂亮都變成一個機會 那一球斬了 兩球都是這樣 對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就像你說的 如果對手強一點 你同樣這樣做 就死定了 好 還有其他事情想說 如果是萬聯場球 我自己就沒有什麼 因為 很普遍 但是你都覺得進步了 因為他起碼 前面可以進步 這一場球 這一場球最大的進步是什麼 Oli說的 我都很同意 是踢得不好之下 都贏到球 這個是一個進步 因為 利物浦我想 就是最明白的 令隊 是 打得差 打得比對方差 都拿到三分 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場球最大的得著 好 既然探員來到 就當然要講講阿仙奴 結果 在聯賽方面 就拿不到這個 歐洲賽的資格 對 拿不到前七 上不到第七位 對 但是最後的那場 其實都踢得不錯 是嗎 很壞參半 我自己覺得 很壞參半 因為防守方面 最好的一場 都是最慢成的 然後現在又 跌回 跌回 是否三比零 然後輸回兩球 三比零 就輸回兩球 對 是的 嗯 那 因為 其實我覺得 奧福特 我覺得 其實是 愛士登維拉 我覺得 奧福特的 進攻 赤歹堅尼 還有現在 韋碧克 那些是快的 所以 他們 主攻 是 難打 阿士登 如果你 說 攻勢 來說 韋福特 是 進取一些 但是 阿士登維拉 我們也 防返 我們現在 好了 但是我們 不會打密集 就好像 利物浦 上一季 就是 是 利物浦 對那些 中下游頭隊 經常都 被對方反擊 是的 兩季 上兩季之前 上兩季 密集 密集破不了 所以 現在 阿士登維拉 根本 沒有射門 所以 屈福特 那一場就對打了 因為屈福特 擱著攻 是的 如果 兩隊 對方都有攻 那你就 有空位 但是 阿士登維拉 縮在後面 輸了角球 還輸了角球 那 滿意嗎 不是這場球 我真的 說服賽之後 這段 其實真的很厲害 連續兩場 贏了一隊 萬成 一隊 利物浦 這個紀錄 真是極臭的 但是又失了一些分 你自己滿意呢 覺得 我算是滿意 至少 贏了尼佛寶 和尼克萬成 尼克萬成 那場是很開心的 因為 哇 真是 萬成是很難打 我們贏了他們三次 我們贏了他們三次 當然 當然 說實在是師父 當然 哥迪奧納 我覺得是很大壓力 還是 給徒弟 還是 送一送 既然是這樣 做個粥總盆 你享受吧 當然 你不得 我也同意 我說 我同意 是不會的 因為哥迪奧納 是奉杯都要的 老實說 是的 我覺得他不是這樣 那樣的 就是很盡在 是 所以 左場是超大班的 好 不如這樣 我們來一個重點 因為我知道 領隊都不可以 留太久 來個重點 我們這麼多幾樣 都說了 都有一個重點 因為領隊 就說想說一下 車仔 你 阿仙奧 足總盆決賽對手 就是車仔 明年有沒有 歐巴鐵 都是看這場球 應該是這場球 是的 就是這條路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車仔 有沒有機會 足總盆決賽 有的 有的 我覺得 車仔 喂 踢法上對 車仔一定攻你 他的高人一等 不是 我看到評論說 這附近 基奧特不止頭鎚 入了很多漂亮的球 你小心 但是 我現在 你看回 上次 上次 等一下 Celsea 對 哪一隊 對你們 那隊 對萬年 總盆有四強 四場就贏我們 是的 因為你們 犯了很多錯 是 基奧特才可以有基可成 我們剛剛才說 基本上那場球 都送給他 是的 就是 但是我自己 我看回近時 基奧特 他的組織能力 不是真的 他不是真的 很好的 但是 如果你這樣送給他 他 他可以把握到 喂 但是他們很多支大炮 你不得不承認 是 但是他也能防守 有些問題 對 對 你們很巧合 他攻你們 你就犯犯了 這個 如果你是攻我們 我們有空位 就 還有 我覺得奧巴美揚 這陣子的狀態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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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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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状态很稳定 是的 我同意 所以是有信心的 有信心的 但是唯一就是 看看车仔用什么算术 我先给你一些提示 我想他对你们在四强的时候 和对我们都会用类似的 其实他们也不是泰国全公营的 他对我们都会用三中坚的 偏向少少防守 稳稳阵阵 像你所说的 他们的后防都是水斗水的 所以他们都是三中坚的 但是他们的前线的确是很活跃的 可以这样说 我想我和你两队的后防 大家都害怕 所以会不会又怕送礼 因为球员我特别想说 是 Leno受了伤之后 不是Leno受了伤之后 Martinus真是很棒的 是很棒的 直接超了 直接都不觉得那天后被Leno 你可以这样说 是吧 明年开季你觉得是谁 我都觉得会找回Leno 如果Leno很快的话 但是可以轮换一下 如果这样的状态来说 是的 是的 我希望奥巴米洋会签约 这样也很重要 是的 未续过 未续过 还有一年 还是什么 还有一年 还有一年 那我们已经帮你吃了一个 很老实说 五三天 你也想 有没有哪个球队想去 很难 其实三届子配回老少 可能对你们有点 死定了 你那个令队叫什么 上一手那个 被他骗鬼了 阿玟家 阿玟家 不是阿玟家 阿玟家 被骗鬼了 真的 他走的时候是阿玟家 好像是吧 一定是玟家 我不记得了 不是呀 玟家 好像玟家 sorry 果然是教授 果然是教授 是的 是的 玟家我记得了 教授才用一句话 说真的 为什么刚才我想说龙门呢 因为领队想说一下 车仔的龙门 是的 和你们刚刚调转 就是觉得 我们现在 譬如头那些强队 譬如迪基那些 都叫做世界级 你们觉得 CAPER是做不到世界级 绝对做不到 是吗 以他的表现 就是这两个 他现在是不是 还是最贵的龙门 是的 新价上 新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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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破救率 差不多是全英超最低 最低 因为我看他利物浦那场 他有点真的站在那 他救都不肯救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我觉得你形容得很好 就是说什么 有一个忘记了 被我扣平说 他说 他很难理解 he can't understand 为什么他这么高大 他不是很肥大 但是他高 起码 这么大的龙门 这么高大的龙门 他可以 别人射球的时候 他可以 做自己更小的 你为什么可以 就是 和迪基那些 一直这么高 都是差不多 至少和迪基那些 六尺多 肯定 他不是很肥 但他起码都是这么高大 他就说 别人一射门 正常的龙门 就是做自己更大 他就说 不知为什么 CAPA可以 做自己更大 所以这个 是不是真的 心理上 因为如果你有时 例如阿力信 迪基那些 起码 他有时做不到 都起码会 叫做什么 跳 跳去拼 他对利物浦那球 阿努射那球 那球 那球就多漂亮 但是他看 拼也不拼 你觉得心理上 就已经放弃了 这个可能是一个 因素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 因素 我就看得不是很多 车路士全场的 所以我就不能够做准 不过我觉得 可能他根本 连技术都不是很好的 因为他其实 那时候 之前买他回来的时候 他都不是很出名 那时候 你记不记得 他说 他都是西班牙人 是 有一部分 西班牙国家 那些球迷就说 他是比迪基亚好 你知不知道 是 那时候迪基亚 因为 我就不敢说 是真还是假 或者是 是不是真的 那些人说 想代替 不是 因为那时候迪基亚 正正就是世界盃 是 那个世界盃 那年 但是他不是西班牙那些人 他真是厚房 那些 不是 不是 迪基亚 也是 不是 迪基亚本身 都是踢得差 所以那时候 刚刚就是 那段时间 你随便一个西班牙好些的 龙門 都是代替了迪基亚 我觉得是 是有保留的 OK 即是有保留的 其实真的 嗯 是啊 所以车仔这一件事 那你想想 喂 说真的 Cabellaro真的不太行 都迫要出去了 那怎么办呢 那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你计算 譬如你 曼联 车仔和阿仙奴 你都 我想这三个队 都叫做 要后防进步 是 同意 但是如果 阿仙奴和曼联 起码龍門 技术上 可能状态 不是场上打到 是 但起码技术上 都叫做 世纪级 或者 嗯 我想车仔最 叫做 最需要 我想今次呢 今次车仔呢 就很大机会都会买龍門 亦都买 肯定是买一个 建立了的龍門 就是 例如 是啊 但是他有 他现在有很多钱 是吧 其實真的 他完全没有FF3的问题 因为他核实特 那筆钱都还没用完 差不多了 核实特赢了 但是他没有RADA 那筆钱还没用 是啊 还有什么呢 你不要忘记 他是上个 两个转会车都没卖人的 那里是省了很多钱的 所以 是啊 大把钱的 但是他又会 只是卖前锋 他还没卖 不过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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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奥黛的有机会 Jano Black 是不是 但要给一笔钱 是啊 那你一定要的 就是 我们都会 落下必了 所以 没得说 但是 我想你说得对 无论是车路士 马远 或者是 阿仙奴这三队 如果防守 可以做得好些的话 那就 差很远 龙门肯定是车路士 最等着要人用的 因为 说真的 我如果就算不要迪基 我也还有一个 Dean Henderson Dean Henderson 可以有机会 都还可以用 虽然我自己觉得 Dean Henderson 你说回到马远 如果真的回到马远 是不是能够做到正选呢 其实 就 not being tested 就是没试过 因为 我经常说的 Chefrey United 为什么今年的 Defense 打得这么好呢 其实因为他们打 as a unit 他的structure做得好 但是呢 他没试过他 是的 没试过这个 曼联的豆腐后防 他会怎么样 还有 曼联的压力 的pressure 肯定不同 和Dean Henderson 对 所以这两件事 都未被试过 所以 就算找他回来 都是拼一拼 我觉得奥尼 不会拼 所以他一定 用回DKiKA 车仔的中场 我觉得 ok 其实中前场 车仔很ok 是啊 是啊 而且他counting 都未好 好似说好 好似说好 应该出 总部出不出就不肯定 不过好像是 復操的了 好像 都挺重要的 我同意 要不然用Georginio 就真的 益了阿仙奴 哈哈 这个球员真的 没办法 他的位置是打防中 但是他的防守 真是 真是很糟糕 哈哈 但是他是巴西人 你打算做到 但是做不到 他是巴西人 我一直以为 他是巴西人 他是巴西人 我以为他是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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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回 李麥普 菲便劳 曼城 也是巴西人 是的 那他又做不到 那没办法 这个就是 认识 甚至是巴西人 甚至是巴西人 那时候也知道 Georginio是这样的 他又没有骗你的 哈哈 哈哈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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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他应该就继续 但是也没有继续 但是也没有继续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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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大巴 你 你觉得曼联的防守 是因为 这个 苏斯克柴 就是 对比摩鲁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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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防守 是不是因为 他领队问题 好不好 我就觉得 就算摩尼奴也不是好得好多 好少少的是 但是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最大的分别呢 就是摩尼奴年代 也很摩尼奴的这个踢法 就是全民退守 基本上我们塞了十条人 在禁区里面 不挡得多都挡得少 但是其实呢 我当时也有说 很混乱 当时是人多的 但是都是混乱 现在的大分别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靠房人少了 的确是不会塞到十个人 塞四五个已经很多了 在后房那里 但是呢 仍然都是那个organization 就不是安排得那么好的 所以呢 好像我其实你 不是 探员你还没装之前 我说过 其实今年呢 表面上看好像不错的 因为其实也有这么多的clean sheet 但是呢 有不少clean sheet 其实是在欧宝杯那里拿回来的 大家都明白欧宝杯是什么了 而且呢 尤其是复赛之后 其实彩数都挺好的 因为我们对着很多的球队呢 他们都是受伤 还有呢 复赛之后 其实我们对着球队呢 相对来说 实力都比较差 例如 复赛一开球那三场 都是护级球队 但是呢 我们都令到呢 很久没有入过球的 波利茅夫呢 入到我们两球 我很记得 那个statistic是什么呢 波利茅夫踢我们那场球之前呢 由于球员受伤之后呢 他们starting eleven呢 整个英超球季 整个starting eleven 十一个人 入了八球球而已 但是那场球呢 他入到我们两球 虽然我们入了五球 就是赢的 你就可以想象 为什么我们的后防 其实真的 不是很理想 不过反过来说 环顾今年的英超 有哪一队的后防是好呢 我就想问大家 其实没有什么 几个队是好的 坦白说 所以呢 现在我觉得英超 最重要是有钱无后 打死八糟 好像有马英最喜欢的 进攻就是最佳防守 因为我看 利物浦都OK啦 就是别人拿冠军 99分拿冠军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如果你看回那个失球 曼联是第三的 失球那个 少嘛 少嘛 是呀 OK的 35 还是36 还是不记得 就是利物浦跟着曼城 跟着曼联的 如果你看过失球 是的 所以我们第三 都应该是失智名贵 你意思是 因为我早前都 WhatsApp说过 你入球 哪一队都能入球 但是问题就是 哪一队 不准对付人狗 但是 又是说一句 其实呢 在上半季呢 感觉上 因为我们人多 比较 就算说 数学大队 我们上半季都是主手多一点的 记不记得 你也不记得 我在自己节目经常说 那时候 输一招就是防反 我们对强队更好一点的 因为强队人攻我们 我们就守守守守守守 有点像摩连奴那一队 人多 然后就一个突击搞定 记不记得 所以那一队 但是伏賽之後,當我們有進攻比較好一點,Buno、Pobai一起踢,我們比較有能力進攻的時候,我們的防守的弱點就完全暴露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有趣的,所以回答探員你的問題,其實理論上不關領隊的事 因為蘇斯一查上半季都挺防守的,但是我們只不過是人多就手腳亂 還有我想,尤其是第一年去奧尼教育那半年,他能不能夠求,我們都說過 初初十幾場能夠進,之後能夠進不了 那時候我們說過,因為他們和摩利利打習慣了,前面沒有人幫忙,那班人很遠 那班人,現在就叫到前三個人和Greenwood進來之後,他們起碼做到一些 的確這個是進步了,這個無可否認 不過我想說一件事,就算我們說禮物浦今季的防守的確是最好的,因為失球最少 但是你有沒有留意,他們在復賽之後呢,其實都維持不到這麼好的防守 你說拿了杯之後當然是放鬆一點,我明白 其實還沒拿杯之前,他們都失多了球 所以真的要維持整季的防守打得好呢,我自己覺得 在現在的英招差不多是missing impossible 而且利物浦去兩年,打了這麼高 打了兩年,最後五、六場就開始心理上頂著 但是問題是,明年大家重新起步的時候 能否維持得好考教練或領隊的功力 很難的,雖然我經常說馬聯家後方有很多問題 但有時候我都覺得,都要放鬆一點點 因為其實對對都是這樣,真的對對都是這樣 其實去球衣場,去打車仔也是的 Van Dye有時候做錯事的 有時候輸給Poulosik,那個美國仔 就是他們兩個中堅撞在一起 你記得嗎?我就跟你說 其實Van Dye或者Alison,其實偶爾也有犯錯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呢?他們的犯錯 不是不是不是,他們的犯錯沒有令利物浦失分 有時候犯錯就沒有輸球 我記得Alison有幾球都失敗 不知道,不要被人逼,但是沒有輸球 沒有失球,甚至沒有令他失分 那個已經贏了,那時候我不計,因為捧了一杯 捧了一杯,但就算上半季其實有 有幾個的,McGuire,Van Dye,還有兩個,好像有四個球員打完 所以我有時候都覺得沒有辦法 雖然看到很多問題,就是後防那裡 但是我現在都經常說的 我們現在就有一點點,我現在會說 領隊兩三年前說的東西 三球,每場球目標至少入三球 所以我覺得我怕就是你這三隊 就是講返車仔阿仙奴和馬尼 他們真的做,買另一個中堅,買另一個農民的話 那可能就變成了利物浦去年 可不可以這樣說? Well, potentially yes,實際上就很困難 因為問題是,就算你無限錢,喝你買 如果你Van Dye和Alison不讓你買的話 你哪個中堅可以做到Van Dye這麼高水準呢? 你告訴我,那個Kulubi Kolibali?Napoli那個? 喂,搞清楚一件事 Kolibali的確是很好球的 但是他現在在踢什麼? 他在踢衣甲而已 大家都知道衣甲和英施 有一點點分別,我不敢說多大 但是一定有分別 所以... 那個Takwaski,是不是韋斯咸那個? Tomaski?我不肯定 韋斯咸,韋斯咸的防守很厲害 總之我... 李誠那個不會買的 我覺得,Sewersh 李誠那個? 舒米高? 不是,舒米高 不是,中堅 中堅 哦,Soyaku 我想他不會買的 不會了,肯定是過億 不是 嘩,現在真的高了 是啊,很容易 所以... 其實那時候不是覺得你們買 Van Dyke,Alison很貴 現在,嘩,簡直很便宜 喂,Van Dyke如果現在利物浦買 說的是最少都一億半 最少 最少 他都29歲 不過... 是啊 但是他還能... 說真的 他這樣... 你想想他幾個踢法 還有起碼三年踢 他真的不逼 他很少剷球 我們覺得 他不會這麼... 嗯... 不是,還有Alison和Van Dyke 他那種好處就是 他們有時候呢 他叫做... 比你看到很容易 我覺得 因為他的姿勢是好的 就是Alison 就... 他... 在對方未進攻之前 就已經叫做... 走到那個靚位 是 那麼他就不需要跳去救球 那些東西 或者... Van Dyke不需要剷球 就是很多事情 他那個... 那個足球那個聰明 那個Intelligence 是啊... 治到對方 不是... 但是我... 我又想說一件事 我同意的 你說那件事 但是呢... 當你累的時候又差一點 所以這陣子就是... 所以... 沒錯 是... 麻英又有問題 是... 永遠都是這樣 剛才他說上了 咦... 他上了... 真的見不到我們那個Fred 怎麼搞呢 不如你們找個題目說著 我看看我可不可以再跟他搞一下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OK 我直接加了他來這裡 等我... 你先說著 咦... 你看得到輕了 我都看不到 他有說嗎 不是... 他在... 他在WhatsApp那裡說 大家繼續說著 OK 對... 哦... 那你倆看有什麼題目說 我看看我找不找到他 我看得到他 怎麼樣... 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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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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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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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困難一點 因為你講回阿仙奴的後防已經 起碼那兩個後閘已經做到了 正算來講 Tierry還有... 還有... Tierry還可以的 Tierry很好的 Tierry很好的 你可不覺得我剛才跟大伯說 是爭過第六號嘛 就是中場的防守 那阿仙奴似不似啊 就是會不會 如果有一種好像Kante那班人 那種人 就可以幫他 就是中堅 大圍老師就不需要那麼 那麼多壓力 那麼多壓力 是的 因為我覺得Saka 是不是Saka通常打那個位子的 但是他就叫做 不是防守 就多一點進攻 Saka是進攻多一點 但是他防守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說他擺呢 他可以擺在 擺在 如果你是三 三 前面三個的話 他可以擺在左邊 左邊 那也可以擺在 他也可以擺在左 是的 左中鋒 是的 就是 其實他可以有幾個位置可以做到的 那Mathita Niles都不錯 我覺得他 他也可以進攻防守 他都OK的 我們上個星期都說過 因為這三隊 就是 就是 太刺利物鋪啊 兩年前那樣 那前三個就叫做了 就是搞定了 就是搞定了 你 Tino說 那三個前鋒啊 馬鈴鐺啊 還有車制都是 就是前面那裏叫做什麼呢 就是可以入球那些 是的 那問題是可不可以在中間那裏 截到對方那些反擊 中間截到對方 和破密閘 就是你現在 阿宋奴就欠了一些 插入居舊力 還有拉開防守 還有始終那個默契 比Peper 和奧巴米洋 和拉卡斯特 都不是說 那麼相信 就是給對方 如果對方反擊的話 你中場就會空了 可不可以 就是你按住對方來打 然後對方拍大巴 你按住 然後一塞了球之後 那麼對方就有多些空 在中間反擊 所以 這個反擊是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就很進步 比上一個就沒有了 但是那兩條線就黏了一些 還有斯巴路斯 我想阿仙奴買斷這個 這個是挺好的球員 真的挺好的 就是進攻防守 我覺得他是很勤力 還有是有這樣的技術 可以在很窄的位置 他都可以全球 還有他 TEDA也是懂得教的 就是他其實 誰說 就是拉卡薩都叫做 跟他進步了 會不會說 是拉卡薩都是進步了的 就是那個默契 你可以說他懂得教 其實每一樣東西都在調整 就是由防守 由後場猜球 到中場 到前面 現在都是在調整 逐樣的 都是要時間 都是要時間 我還跟他在調整 他確實是登入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設不了 大家 喂 領導人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差不多時間了 是啊 我們錄音錄到這裡 我們容後再找一下和麻英做的東西 好嗎 好 有沒有東西補充 沒有啦 看下一季 大家看 歐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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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一集來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聊天 說真的 球季 英超就完了 所以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才會開下一集的 OK OK 拜拜 拜拜